第一步是把原來的範本改成一個4圍圈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重複做 而且是有範圍 那你就寫個4圍圈 然後呢 並且把這邊的這個原來的數字改成一個i 那這件事情基本上就可以幫你重複做了 OK 第一個問題解決 但是還有第二個問題 這個Range A1 如果你永遠放A1的話 那會出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會一直擠 所以變成說它不是把它往下壓 是往右邊 所以假如我希望看到的結果是希望怎麼樣 可以直接抓下來的資料 可以直接就幫我放到最下面去就好了 那可是要怎麼做 當然這個方式的話 剛剛有同學滿認真的 這個E有沒有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很類似上個禮拜那個K的概念 K喔 你如果假設用K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做 我們K之前不是寫在這邊嗎 OK K等於E 意思是它第一次是E對不對 然後呢把這邊改成K 那改K的方式特別注意 因為它剛好已經是 右邊已經是雙贏 所以它是這個字串的結尾 所以字串的結尾就不能用之前我們這個方式 用這個方式變成說 它是在中間的時候是用這個方式 但是如果它是在最右邊的話 你記一下 另外有個寫法 就是把這個數字delete掉 然後後面只要空一格 這個andK就可以了 那你想說老師那右邊呢 右邊不用 因為它已經最右邊了 你再加個右邊的東西 其實理論上 我們如果剛剛那個寫法是and雙引號這樣 可是問題你多這個東西要幹嘛 多餘的嘛 OK所以喔 以後另外一個 如果它剛好是在這個字串的最右邊結尾的話 那你只需要什麼 把它改成andK就可以了 andK 這樣就OK了 不用再寫那邊一長串 這個是 剛好是最右邊的狀況 andK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當它是有沒有 第一次的話是放在A1 可是問題來了 可是當它放下一次的話呢 那怎麼辦 其實有個方法 refresh就下載對不對 下載資料 所以其實你可以怎麼 把它寫在 在這一行的下面 或 ender 我乾脆寫在這裡 ender with的下面 然後你可以怎麼 當它下載第一次的時候 你把這個K怎麼樣 改變 那之前是K等於K加1啦 可是問題我們不是K加1啦 因為放第二根那不是 還是一樣問題嗎 因為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把它放在 這個K可能要改成向下追蹤得到的位置 就是K加1 那怎麼向下追蹤還記得吧 Range 有沒有 從哪邊向下追蹤 A1 OK 理論上會從A1 為什麼 因為 如果你從B1的話 Ctrl向下 它會卡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地方有空白的 特別是 向下追蹤一定要連續的 如果你不連續的話 就不能稱為範圍 所謂的範圍 一定是連續的 OK 所以Range物件 一定要是連續的 那理論上 A1 這個欄位應該是都連續的 有沒有 它裡面都有資料 那其他欄好像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向下追蹤 這個先刪掉 好 假設我把它刪除掉 然後我們改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改成Range A1 點 記得吧 向下就用點 什麼 點EN 點END 我建議你自己用前刮符一下 你如果前刮符的話 它這邊會出現XL Down 好像上個禮拜也是有同學 打成XE啦 E跟L蠻像的 記得 我建議你用前刮符 它會出現上 什麼上 左 右下 那你用選的 然後後刮符一下 再點一下 如果你Ctrl向下之後 你要得到什麼資料 我要得到它現在在哪一列 所以 其實有點像這樣 我先把它CtrlD一下 有點像這個 Ctrl向下 有沒有 然後呢 Ctrl向下就是 ENDXL Down 就是向下追蹤 那幫我把這個91這個數字 放在Raw的那個屬性裡面 幫我帶過來吧 OK 所以得到就是91 那可是問題 記住喔 這邊有Raw 這個Raw的話 指的是在哪一列 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的話 實際上裡面就放什麼 放91 幫你把它帶到這邊來 因為我要在這一列的下一列 所以就把它加1 OK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寫成這樣 其實跟上個禮拜 K等於K加1還滿像的 因為剛剛同學反應滿快的 對 其實是可以這樣寫 那我之前那個寫法 其實是比較直觀的 因為我放在雲端上 有另外一個寫法 OK 我們這個寫法是多一個1幅 可是這樣寫法 我覺得同學應該會 比較不好理解 如果你不好理解 沒關係你改一下OK 那我原來的想法說 如果A1裡面是空的 那什麼意思 A1裡面是空的 意思是說 這個工作表裡面 完全沒放任何東西的時候 那R等於1 反思的話 就是R就向下追蹤 加1這樣子 我原來的直觀寫 可是這樣的寫法 我發現 同學好像會覺得 比較不好懂 不好懂 沒關係你可以改一下 改成我剛剛這樣的寫法 OK 這樣應該也可以 所以理論上 那我建議這個地方 開頭可以再寫一個 就是把工作表裡面的資料 全部清掉 叫Sales.clear clear的話就是清掉 就是把這個工作表裡面 所有的儲存格 Sales加S 就是指的是 有點像這樣子 全選 Delete 然後把它刪掉的意思 OK 這叫Sales.clear OK 把它刪掉 然後呢 K等於1 所以這個時候第一次放 先放第一個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因為已經放了資料了 所以K呢 就幫我把它重新再抓裡面的數字 92 有沒有 所以其實Ctrl向下 加1 91 加1 92就放在這裡 可以 所以理論上下一頁的話 應該就放在這邊 應該沒錯 OK 然後再下一個 其他應該都一樣 所以再來 K等於138 Ctrl向下應該是 183 應該是182 加1 向下一個 對沒錯 那再來第三頁 所以底下的話應該都 應該是OK的 所以這個I應該等於3 然後再幫我抓它裡面的資料下來 然後再往下放 OK好 那全部把它跑完 所以如果它全部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一直閃動 也就1頁2頁3頁4頁5頁7頁 一直到68頁 那全部都跑完 全部跑完之後呢 我們把它Ctrl向下 那看一下喔 如果你Ctrl向下得到的是 2004年1月5號 等於就是大陸的第一期的話 那恭喜你 你就成功了 OK 所以第一步 所以喔 也許可以改一下程式嘛 所以這個寫法好像比較簡單 所以比較簡單 也許乾脆就用這個好了 這個好像感覺跟 之前那個K等於K加1那個 其實還蠻相仿的 或者是說我把它換一個好了 換這個好了 這樣大家比較好懂的話 那我就直接把它改成類似這樣的寫法 好 這樣 所以我剛剛講過啦 其實程式 怎麼講 有的時候不一定是說 一定要怎麼寫 有時候其實如果說你想到的方式 能夠更精簡 當然你可以再把它稍微變動一下 只要那個邏輯沒有問題 最後得到的結果也沒問題的話 那就是OK的 所以剛剛主要就是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K 當然你改成R也可以啦 不一定要叫K 所以這個地方變動 然後這邊的話呢 也把它變這個加1 然後這個地方可能是關鍵 因為我發現同學要串 右邊要串一個M的K 常常都有一些 這個不太理解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也許 可以試試看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已經把68頁全部抓下來了 但是好像還有一些問題 需要待解決 哪些問題呢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每一頁 它都會有帶欄位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 底下到這邊又有一個欄位名稱 第二頁的欄位名稱 再來的話一樣 第三頁欄位名稱 所以有68頁 也就是說呢 有68個欄位名稱 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的話 就是底下 除了年之外有沒有 它還有月日還有星期幾 它把它分在不同的列 所以這個要解決 第三個就是 它的號碼有沒有 它應該會分開來 不然你如果放同一個儲存格 也沒辦法統計嘛 你康義福沒辦法 所以你第三個問題 就是要把它切開 那切開的話呢 還好它中間有豆點 你可以透過豆點 去做切 切的話呢 其實在Esser裡面 還好有一個功能 還蠻棒的 叫做資料剖析 所謂的資料剖析 就是可以切資料 你只要告訴它說呢 你中間是用什麼分割的 它就幫你分開來了 所以大概三個問題解決 那再來就可以做 大樂透的統計分析了 請各位試一下 好 請各位試一下 感谢观看